只覺得似乘相似,但是沒有太多的回憶 可是今天坐在我身邊這位好朋友呢 我想聽聽看你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而且是你安排給聽眾聽的 是出現什麼畫面在你的回憶當中 我想就是我第一次演出的經驗 因為在我第一次走這個聲樂的路的時候 我要第一次上台演出的時候 然後第一首的演出的曲子就是這一首 你覺得我們兩個在舞台上見面跟在錄音室不一樣? 我有感覺 你說來聽聽看 就其實我進來的時候我覺得氣氛還蠻 跟我在演唱的時候有一點不太一樣 我就喜歡你在演唱的自在啊 你到錄音室以後你的眼睛一直看著那個麥克風不看著我 這是什麼心態你知道嗎? 不太清楚 緊張 對我有點緊張 對然後對這個環境還比較不那麼那樣的搞定 對不對? 對 可是我上次在大安森林公園跟你同台的時候 我一眼發現 哇你到台上把你介紹出場以後 當我介紹說張振文 你完全就是年輕派的聲樂家跟我想像中的那一派不同了 為什麼? 嗯 我覺得可能出自於我自己對聲樂這個部分非常有興趣吧 我覺得也是這樣子 人家沒興趣啊 也不是啦 所以你沒講到重點 嗯 你很放得開 你很像是你的年輕人在唱聲樂 而不是像一般的傳統的唱聲樂就是那麼一板正氣 你沒有欸 真的嗎? 對你特別感覺有點像是偶像派的聲樂家 這我真不敢當 其實我在台上也沒有想那麼多 當然 只是我就是覺得在台上我就是進享受那一刻的感覺 有 我覺得我非常融入在那個裡面 有 你有享受 你包括在對話當中都很年輕味 真的嗎? 就是不是那種 我念了博士 我念了碩士 就一定要端在那講話的感覺 你沒有啊 你沒那麼莊嚴 聽得懂嗎? 我聽得懂 我覺得 就是我 我覺得也不是說 博士碩士 或是自己要把自己就是拉得多高的那個位置 我覺得應該是 我覺得應該是 你只要自己 我自己拉 是自己喜歡 所以我覺得 我融入其中 主要是因為我對於這個東西 非常有 非常有自己的愛好 那愛好的感覺 然後我也想要把我這個愛好的這個感覺 傳達給聽眾 是 對 就那種感覺 我非常融入 對 我還是沒聽到位 你知道為什麼 怎麼說 因為跟你在一起的聲樂家 包括呂莉莉 人家誰不融入啊 哈哈哈哈 應該說 你說有一個年輕的味道 對 那個年輕的味道 包括對話 都很很自在很年輕 是不是有了台下的觀眾 你突然有點上癮的感覺了 嗯 像我媽說的吧 人來風 對啦 嗯 就是這樣 你是很適合群眾的 很適合舞台的 可是像我們剛剛講說 我們聽到這首 杜蘭朵公主 徹夜未眠 你是在什麼時候聽到這個歌的 那你又說你是第一次上台 那是什麼一個情況 就講 第一次上台 好 其實我在 請您自在一點 別那麼嚴重 好好好 因為我很少上這樣廣播節目 欸你看了我就自在了嘛 對不對 對對對 你要跟我講故事嗎 好 沒問題 來張正文請說 其實以前對於這首歌 我只是有印象 嗯 我本身並不太清楚 這是聲樂 在我一開始 要準備踏入聲樂圈 這個學習聲樂之前 我只有聽過這首歌 但是實際上 我並沒有說 真正的去研讀它裡面的意大利文 它是意大利文 意大利文的文字 或是它的歌劇 是怎麼樣子的情況 那就只是因為 可以練 就是唱的時候就會哼嘛 這個很簡單 就是 就是這樣子哼而已 對 只有這樣子而已 那你說你第一次上台 是什麼時候 我第一次上台是 幾歲啊 喔 24 OK 五年前 那時候你人在哪 在大學還是在碩士 還是在北京 我在念碩士 那是我在念碩士的時候 那 因為我唱這首歌 第一次上台 因為我原本就不是音樂系的學生 你原本是哪裡的 我原本是社會工作學系的學生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那 在更早之前 我還是學商科的 喔 然後我還有學過幼兒保育 哇 所以我也會帶小孩 你有臉像 然後 在更早之前 我還打過棒球 我是棒球隊的 你是花蓮人的 我是台北人 那去哪打棒球 戲職 因為戲職其實有 其實有學校 有學校在教棒球 好的 對 那 對就是一直 那我到研究所 才是我第一次的演出 但是在那一次的演出 其實也只是一個碩士的那個 碩士的一個音樂會 專場音樂會 那 說實在的 這一首歌真的蠻挑戰的 這首歌是蠻挑戰的 不過當時我也只會這一首歌 《杜蘭朵公主徹夜未眠》 對 當時因為只是聽過嘛 那要唱歌劇 所以我心裡想到的 就跟一般大眾其實是很像的 就是我只知道這一首歌 那我就只好練這一首歌 當時是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要唱這首歌來算打分數的 碩士作業裡面 也沒有打分數 可是因為我們學校它一個學期 碩士班它需要有一支專場的音樂會 那叫什麼展場的音樂會 專場的一個音樂會 專場的一個音樂會 專場就是所有的碩士生 他就會一起表演 表演出一個節目這樣子 我們學校怎麼有啊 我不曉得 你哪學啊 東華 國立東華大學 花蓮 是 你們有做這麼一個專場的音樂會 對 對象是給誰聽 對象就給 他還是會開放給外面 他還是會開放給外面 然後也是會有一些學生 像大學部的學生 他們會進來說 看碩士班的學生 他們的能力如何 所以張振文的第一次站到舞台上 就是為了碩士班的專場音樂會 緊張嗎 緊張 非常緊張 比今天上廣播還緊張嗎 比今天上廣播還緊張 為什麼 因為從小到大 在那個24歲以前 基本上我沒有 為了那種演唱的方式去 去上舞台 基本上都沒有 你媽不是說你人來瘋嗎 人來瘋啊 那你上去以後呢 上去以後突然非常拘謹 就像現在有點像 真的嗎 真的 對 當時就是 而且我覺得那時候唱的 就覺得 上台那時候 哇 那個心臟就是一直跳 跳得很大力 那種感覺 喔好恐怖 好 那你後來什麼時候摸索出來說 你可以把聲樂更走進人性化 就是走進我們這些平凡的一般家庭 或者老百姓來聽 而不是遙不可及的聲樂 嗯 其實我覺得跟我大學學習的專業有點關係 社工系 社會工作學習 這個跟你的聲樂又有什麼關聯 有 因為我大學在學社工的時候 就是 專業就是接觸人群 對 那在那個接觸人群 我們會 不管是任何的 任何的狀況 或者像什麼老人啊 或者是 婦女同胞 或是小朋友之類的 我們都會接觸 那 我覺得我的思維就會有一點不一樣 我覺得我在學聲樂這一塊道路 我會特別去思考說 我應該要怎麼樣跟這樣子的人 拉近關係 讓這個聲樂不要有那麼有距離感 對 對 那可能是 可能是我介紹曲子 也有可能是 我的表現 可以讓他們拉近一些距離感 對 這種感覺 那我不要讓它太有 太遙遠 我不要讓這種東西太遙遠 因為以往歌劇 我們可能都會聽到 都是在那種劇院裡面演出 對 那他也可能 我覺得啦 我希望的就是 能夠讓大家都聽到 所以 好 張正文 說而言不如其餘而行 現在就當成正式的一場合 你怎麼樣來介紹這首都蘭朵 好不好 都蘭朵這個公主彻夜未免 我是你的觀眾 我在台下看你 完了你就寫兩句 我看能回得來的感覺嗎 好 現在等你 這首都蘭朵公主我想大家都有聽過那個茉莉花 對 茉莉花有沒有 我是聽眾 我在台下點頭 那 杜蘭朵公主這一部歌劇 她是普契尼這個作曲家做的 我想聽過 對 普契尼這個作曲家做的 不過她參考的這個原來的這個題材 她的腦袋 實際想的是那個 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 真的嗎 的確 所以在這一本歌劇上面 在這一本歌劇上面 你會聽到很多這樣的旋律 但是除了這個旋律以外 你可能還聽過另外一個聲樂的曲子 什麼曲子 杜蘭朵啊 對 這個就是杜蘭朵公主 南高音的 非常著名的 永嘆調 永嘆調就是 一個聲樂的一個選曲 對 那我們現在可以來聽聽看一兩句嗎 現在嗎 我可以試試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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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真的超級的補上掌聲啊 還在加上效果 欸 你看你唱聲樂的感覺跟不大一樣 啊 真的嗎 是嗎 是嗎